嗨 大家好 我是Dani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Dani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我頻道的話 拜託到下面幫我按一個訂閱 我每個禮拜會上傳兩支影片 所以盡情鎖定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 第一次化妝就上手 我記得我那時候 第一次化妝是在高中的時候吧 然後那時候沒有youtube 然後也沒有什麼部落客 所以都是只能靠看雜誌 上面那個一格一格的小圖片來學化妝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真的學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而且我記得我第一次買了幾個化妝品 都超級難用的 難用到我那時候剛學的時候 有多麼挫折就有多麼挫折 所以今天呢我準備了一個化妝包裡面 全部都是我覺得適合初學者 使用的開架產品 我記得我第一次化妝的時候 都只有錢買開架的產品 所以今天我全部都會分享 開架的產品給你們 所以一開始呢會跟大家分享 我的化妝包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再來呢會跟大家分享 如何使用這些產品 然後畫出我臉上 像這樣子非常簡單的基礎彩妝 像你平常上課啊 或是跟朋友去逛街的時候 你就會畫這樣子的妝 非常非常的簡單 今天的影片最後呢 我有個抽獎 所以記得看到最後喔 我們按照上妝的步驟一個一個聊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挑一個底妝 那我建議初學者的底妝呢 都可以挑BV霜 那BV霜主要是因為它裡面有 有含防曬系數的 所以你不用再另外塗防曬 那我最喜歡用的是 CLEO他們家的 這個是他們的 Water Me Please BB霜 我忘記它的中文是什麼了 我會把中文名字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你可以點開來 那為什麼我很喜歡他們家的BB霜 是因為我覺得它 的遮瑕度非常的好 尤其是青少年的時候 很容易就是長痘痘什麼的 所以我挑了一個覺得 比較高遮瑕的BB霜 它質地非常非常的好推開 然後持妝度也很好 上完底妝之後你的臉是不是會有一點點濕度 這樣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摸一下你的妝就會掉了 或者是可能就是 汗一流 它就跟著掉妝了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會需要一個好用的蜜粉 那蜜粉它主要就是很細很細的粉質 就想像說你濕濕的底妝 再蓋上就是清透的蜜粉 你的妝會更牢靠的貼在你的肌膚上 尤其是如果你的肌膚很容易出油 或者很容易出汗的話 一定一定一定要考慮帶蜜粉 我的肌膚本身是比較乾一點的 所以我不太需要用蜜粉定妝 但是因為我的毛孔很粗大 所以蜜粉同時可以幫助我 將我的這些毛孔給霧化掉 我從我第一次化妝用到現在就是這個 這個是劇場魔匠的蜜粉 然後現在這個好像只有在康氏沒買得到 我很喜歡這個是因為我覺得它的柔化效果非常的好 只要上在毛孔粗大的地方 基本上毛孔都會被遮住 但因為我知道這個蜜粉沒有那麼容易買得到 另外呢我覺得Canmake的蜜粉也很好用 我把它貼在這邊 Canmake的蜜粉它的粉質也是非常非常的細 我相信很多人也很care 他們臉上有一些痘痘一些痘疤 想要用遮瑕膏遮住 這個時候呢我就會推薦Maybelline他們家的遮瑕膏 這個是他們家的fit me遮瑕膏 我覺得他們遮瑕膏很好用 因為它可以完全有效的遮住你的痘痘痘疤 但是它不會顯得很厚重 整體的妝感還是可以非常的自然 再來是眉毛產品 我記得我剛開始學化妝的時候 完全忽略眉毛這一塊 然後我現在要回頭看我高中大學的照片 覺得說為什麼我都不畫眉毛 因為看起來真的非常非常的無神 如果我可以告訴高中的Danny的話 我就會告訴他們說拜託你一定要畫眉毛 建議就是初學者可以挑三色的眉粉 我現在手上這個是LoveSuka的 可是因為這個已經挺慘了 另外我覺得Kate的眉粉很好用 我會把它貼在這邊 那基本上呢我們挑眉粉 我們盡量挑有三色的 深咖啡色、淺咖啡色跟米色 然後呢我會在接下來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如何使用這三個顏色的打造 就是自然的眉型 再來眼影我有兩個牌子想要推薦 一個是Kate他們家的眼影 我超級愛他們這款眼影 是這個四個格子的 它的顯色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只有我第一次化妝買到那種很便宜的眼影 然後我買什麼藍色啊很詭異的顏色 那真的是很不ok 那我很推薦Kate他們家的這一系列的眼影 顏色都非常非常好看 不管是買咖啡色、紅色、紫色 如果你想要挑一個非常簡單的眼影的話 我強烈推薦你戴Kate的 另外一個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價錢也非常非常的可愛 這個是SoLong他們家的眼影 然後我買的是追逐布朗星沙 然後追逐布朗星沙你收到的時候呢 它是這樣子 是一個四格的眼影 然後旁邊這個是空的 然後這個腮紅跟刷子 是我另外買SoLong他們家的 然後砍進去 但是基本上呢 你可以直接買這樣子一盒 然後它裡面就已經含四顆眼影了 眼線有非常多種 眼線筆、眼線膠、眼線液、白白種 但是你如果第一次化妝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先從眼線筆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眼線筆基本上就是 像是我們平常用的彩色鉛筆一樣 用眼線筆畫眼線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的自然 就很像你平常在畫那種 著色課本一樣的感覺 然後呢 我最喜歡的眼線筆是戀愛磨 第一次畫眼線呢 你可以考慮戴咖啡色或是黑色 那咖啡色的整體妝感 會看起來更柔和一點 除了好用的睫毛膏之外 你還需要一個睫毛夾 那睫毛膏我最喜歡的是 Kiss Me他們家的睫毛膏 它整體的捲度啊 纖長度、濃密度都非常非常的好 再來呢你需要一個好用的睫毛夾 我的睫毛夾是康斯美他們自己的品牌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所有康斯美的刷具 跟他們家的睫毛夾 會把影片放在這邊 睫毛夾挑好的話 你夾睫毛真的會事半功倍 再來腮紅的話 一樣我有兩個牌子要推薦 一個是Maybelline他們家 這個Color Show的小心肌腮紅 我覺得很好用 尤其是初學者很適合像這樣子 淺粉紅色的妝感 再來也是手動他們家的腮紅 這個是他們家的雙色腮紅 然後它會另外附一個刷子 所以我覺得很方便 可以剛好跟一個眼彩盤結合 再來唇膏的話 我有兩個牌子要推薦 第一個是Maybelline他們家的唇膏 那Maybelline他們家的唇膏 大部分都非常的好用 然後呢我很喜歡的這個顏色是 焦糖裸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深乾燥玫瑰色 它看起來有一點點的深 那其實塗在唇膏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另外呢如果你喜歡比較 端端可愛的那種 果凍型的唇釉的話 1028他們家的這個唇釉 真的是超級無敵的漂亮的 像這樣子 所以不管是你想要霧面的唇膏 或是比較亮面的唇釉 這兩個我都覺得很值得帶 做完保養之後我們就可以上BB霜 那你的保養可以是很簡單的乳液啊 或是化妝水 上BB霜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你只要均勻塗在臉上就好了 就是你要記得說脖子也要塗到 然後其實你用手上就好了 給你們看有像跟沒像的效果 基本上啊我的臉比身體還要黑 所以這個BB霜的膚色剛好跟我的身體 比較沉 要不然通常我如果沒有上BB霜的話 我的臉就會看起來非常非常的黑 上完BB霜之後呢就是來上遮瑕膏的時候 那遮瑕膏通常呢我都習慣直接是沾在手腕上 如果你直接用上面附的刷子去沾在臉上的話 很容易會殘留細菌在你的刷子 然後呢這一整罐很容易就會都有細菌 很多時候呢我們在遮瑕的時候會遮痘巴 那痘巴都算是傷口 我們不希望讓自己的傷口一直你知道 重複被細菌感染 所以我習慣都直接沾在乾淨的手腕上面 這個時候呢我就會拿無名指然後沾取 然後找到就是臉上有痘巴的地方啊 或者是找到你想要遮的瑕疵的地方 像是我的臉頰就非常容易長痘痘 所以我都會遮在這個位置 直接這樣子輕拍的方式 你會發現說它完全不見了 有時候手指的面積很大 然後你的痘痘很小顆 所以你可以用棉花棒來上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進階一點的話 你可以買遮瑕刷 它就可以細細小小的刷子 就可以很很集中的點在你需要它的地方 再來呢很重要的步驟是要來做定妝 那就是定妝就是要使用蜜粉 那蜜粉的話我很喜歡的蜜粉是 劇場磨醬它的蜜粉 然後它裡面已經附粉撲了 像這樣子 那因為像是我的皮膚啊 是我的臉頰很乾 但是我的T字部位啊 也就是眉間跟鼻翼的地方 很容易會流汗啊或者是會出油 所以呢我習慣就是指定 我需要的地方 也就是會出油的地方 輕拍在需要的地方 輕輕壓就好了 然後再來呢就是眉粉 我們可以看到說它有三個顏色 通常都會是三咖啡色 一個淺咖啡色跟一個有你米色 這個時候呢我會直接拿裡面的刷子 然後刷淺咖啡色 基本上呢就沿著你原本的眉型 就是簡單的就是填滿就好了 我們不用畫太誇張的眉毛 就是你最自然的眉型就好了 然後再用咖啡色 沿咖啡色 沾在刷子上面 然後 將你的眉尾做一個加強 如果你覺得前面這邊看起來太硬的話 你也可以用手指 這樣往前推暈 再來最淺色的這個米色 它其實是拿來上在鼻樑這個位置 這個步驟你可以跳過 你不一定要使用 直接是從眉頭的地方直接往下拉 然後畫到鼻樑 你看到鼻子瞬間比較立體 再來呢我們就上眼影了 那我們今天就用追逐布朗尼星沙來畫好了 那通常呢我會喜歡用至少兩個顏色來畫眼影 當然你也可以一個顏色整個塗滿眼皮就好了 但是我習慣就是畫兩個 我們今天用下面這兩顆來畫好了 就是一個玫瑰色跟一個咖啡色 好我們就用手指頭 然後再一點點玫瑰色然後點在整個眼皮 再來呢我就拿深咖啡色 然後畫在靠近眼線的地方 像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它有一個漸層 就是一個玫瑰精的顏色 然後一個咖啡色的顏色 所以你看到說這邊是有畫眼影 這邊是沒有畫眼影 這邊有畫看起來比這邊深邃很多 再來呢就是眼線 我今天挑的是咖啡色眼線筆 記得很清楚我第一次畫眼線的時候 我真的怕得要死 因為完全不知道要畫在哪裡 基本上呢你就是畫在越靠近你眼線的地方就對了 就是你的眼線靠近睫毛的地方 這個真的是需要練習的 所以你如果第一次畫不好 你不要太傷心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畫眼線的時候 我也是在那邊跌跌撞撞很久才學會 有些人呢喜歡從眼頭這樣子畫過去 有些人喜歡先畫一半 從中間到眼尾 然後再從眼頭到中間 都可以 基本上呢你只要是你舒服 你覺得好用的方法就好了 我的習慣呢是先從眼頭一筆勾到眼尾 但是是輕輕的畫 所以你大概看得到一點顏色 有一些輪廓 再來拿眼線筆 你將剛剛我輕輕描繪的那個框線給填滿 先這樣戴過去 戴過去 所以你看得到說我大概畫了一個位置 你看到說我畫了一個框線 在靠近眼線的地方 所以我大概知道說我的眼線是要露在這邊 再來呢我就會拿這個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將它填滿 有點像是畫那種著色粉的道理是一樣的 慢慢慢慢將它填滿 這樣跟它那個空隙一樣填滿 大概畫到這個位置就好了 就是不要再更長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的眼睛瞬間變得比較大 然後呢你就檢查一下說 是不是都畫到了像這樣子 我就會看一下說我是不是真的都有畫到 然後再來呢我們就畫這邊 再來呢我們就是畫睫毛 那睫毛的話你會需要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就是睫毛夾 你知道 夾睫毛也是一個需要練習的東西 我記得我第一次夾睫毛的時候 一直夾到自己的眼皮 所以那是必經的過程 只要小心不要太用力就好了 然後呢要確保說你的睫毛這邊的那個軟軟的矽膠是在的 有一次我的睫毛的矽膠掉了 然後我沒有發現我這樣子夾下去 我的睫毛就整個被夾斷 所以一定要小心 睫毛夾是一個看起來很無憾 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器具 輕輕的抓著 然後呢我的習慣是這樣輕壓個大概三四下 然後再往上輕壓 這樣你看到說我這樣提起來 這樣輕壓 一直輕壓 然後往上提 然後放開 然後我都喜歡這樣子放開 所以它是順著那個弧度這樣放開 我的睫毛很短 我不知道你們看得看得出來 可是它現在是翹起來的 對不對 所以有加有差 像這邊就是沒有翹 就是滋滋脆脆的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要使用睫毛膏 如果是一個全新的睫毛膏的話 通常呢它上面會有蠻多 就是多餘的睫毛膏 我會拿一個衛生紙 輕輕的這樣 就是多餘的 睫毛膏給擦掉 你的刷子上面不會有太多的睫毛膏 導致你可能下手不小心太重 所以我們在上睫毛膏的時候呢 盡量是由下 然後這樣子慢慢慢慢這樣挪上去 這樣子 像這樣慢慢慢慢的挪上去 像個Z字形這樣子 所以呢我們就是這樣 然後慢慢慢慢這樣往上挪 抓到睫毛的時候 就這樣慢慢慢慢的往上推 所以你可以從側面看到你們突然長睫毛了 如果今天呢你不想要上眼線的話 你可以只要上一點點睫毛膏 你的眼睛也會很有深 因為睫毛膏它本身就有一點點的 就是黑色的濃度在 所以有時候就算不上眼線 只上睫毛膏也會看起來很漂亮 再來會拿一點點睫毛膏 沾在下睫毛 現在看到說我的眼睛上面看起來很有深 但是眼睛下面這邊它看起來有點無神 所以我們再用睫毛膏畫在下眼線的地方 一樣呢像你看我剛剛沾出來的睫毛膏 就是很多 所以我們會拿衛生紙 然後呢這次很重要的是你要將它的頭 像這樣子頭 我們要把頭真的沒有那麼的濕 我們要用睫毛膏頭的這個位置 然後來畫我們的下睫毛 然後呢由睫毛根部往睫毛頭 我再慢慢慢慢畫出來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你的下睫毛也慢慢沾到睫毛膏 像這樣就看得到下睫毛 有沒有比這邊看起來又更有神 因為這邊整個眼睛上面也打開來了 下面也打開來了 所以眼睛看起來比較大比較有神 然後同樣的話我們就畫在這邊 然後睫毛膏沾到自己的皮膚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我會拿眼唇卸妝液 然後一個棉花棒 然後輕輕沾一點點 找到剛剛沾到睫毛膏的地方 然後這樣輕輕的 輕輕的擦乾淨 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呢是腮紅 我也很喜歡Maybelline他們家的這個Color Show 他們家的腮紅 但是它這個就沒有附刷子 所以你可能另外還要自己準備刷子 刷子的話我會推薦你們用抗世美的刷子 因為還蠻便宜的 然後我覺得還蠻容易上手的 我會再把影片放在這邊給你們 所以你們可以點在這個位置 看我推薦給你的抗世美刷子 如果你希望看起來很年輕有朝氣的話 你會盡量focus在眼下 然後到這邊的位置 是蘋果肌的地方 現在我們就會盡量這樣沾 像這樣塗的話就看起來很年輕 然後很可愛 就是這種天生就有蘋果肌的感覺 最後呢就是唇彩的部分啦 那唇彩的話我有兩個推薦的 你可以挑霧面一點的顏色 或者是挑比較亮面一點的顏色 那我個人想說 我個人最近最愛的就是這一款1028的亮面 它是屬於唇釉 所以你塗在嘴唇上 會看起來嘴唇彈彈的 很就是非常非常的 像活動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像這種唇釉的刷子 其實更容易就是上手 所以我們就是 來沿著你的嘴唇 描就對了 這個沒有什麼技巧 我超級喜歡這個顏色的 因為它看起來其實是非常的有氣色 如果你想要塗這個唇色去學校的話 然後你怕就是可能太招搖的話 你可以另外再拿個面子 然後稍微把它抿掉一些 抿掉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說它整個妝感 看起來會再更低調一點 就是唇色是一種很自然的粉紅色 最基本的入門妝 這樣子完成啦 以上呢就是第一次化妝 我推薦給初學者的產品 另外呢還有使用的方法 我記得第一次化妝的時候 我也是很害怕 然後也是化得非常非常的糟 經過很多次的練習之後呢 真的會好很多 可以不用一次買所有的東西 你可以先買一兩樣 我記得我第一次買的產品 就是眼線跟睫毛膏 然後一兩樣東西慢慢慢慢慢慢的去學習 怎麼使用呢 博爾法們呢就是要多多的練習 真的是多練習之後 你的妝就會化得越來越好 不要擔心說你第一次化妝 你覺得有點受挫 為了要讓大家的化妝過程呢更順暢 我決定今天要來送出一盤 就是我剛剛有推薦過的 就是首隆他們家的追逐不良心殺 這個是我買的 這個是我另外寫信跟首隆公關 然後問他們願不願意提供給你們的 所以這個呢 是要謝謝首隆他們 願意就是提供這一盤 給大家做抽獎 那它裡面有含四顆眼影 跟兩個就是海綿刷 開始收到的時候 就會有這四顆眼影 旁邊這兩個地方呢 就會是空的 你可以另外跟我一樣 可以去買一個腮紅啊 或是可以另外再多買兩個眼影 都可以 想要戶的這一盤眼影 真的非常的簡單 第一呢 你只要訂閱我的頻道 所以你看它下面紅色訂閱鍵 你就可以按下去 再來呢 你也要follow我的臉書 Facebook粉絲團 我會把我的粉絲團 放在一樣下面資訊欄 你可以點開來看 第三步呢 就是在下面留言告訴我說 你第一次是在幾歲的時候化妝 像是我第一次是在高中的時候化吧 所以我好像是16歲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告訴我下面說 你平常是不化妝的 或是你第一次嘗試想要化妝 都可以記得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我會把所有抽獎的日期 也放在下面資訊欄 所以你可以點開資訊欄來看 如果你想要一個進階班 像是如何化出更俐落的眉毛 如何打亮 如何戴假睫毛 或者是如何摺黑眼圈的話 記得在下面就可以讓我知道 所以我下次呢 可以準備一個 就是進階班的part 2的這支影片 好啦 照慣例 我的instagram在這邊 sitwithanny 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同時我有facebook 大部分的時間呢 我都在instagram上面po 限時動態 所以如果你喜歡看限時動態的話 記得要follow我的instagram 每個禮拜三 跟每個禮拜天 在我的頻道sitwithanny 會PO一支新的影片 所以記得按下面 紅色訂閱鍵 講了一百次 紅色訂閱鍵 記得點開來 或者是按我旁邊這個泡泡 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把我三支影片 放在這邊 以及推薦給你的影片 放在這下面 所以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你還有這兩支可以看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因為我知道第一次化妝 可能會覺得有一點恐怖